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醫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開始不如幫我們分享一下 在一些兒童成長過程中 嘗試到一些毛病 可能一些小毛病或者一些問題的時候 在臨床上可以用什麼同類療法去處理 讓我們父母的聽眾可以知道 當小朋友有病的時候 都不需要很緊張很擔心 不如今天開始和我們分享一個簡單的問題 例如雙風的時候 小朋友一定會有遇過雙風 可以用什麼療劑呢 我相信雙風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大人、沈文仔都一樣 雖然今次我們講的療劑 課題都說沈文仔的問題 其實大人都是一樣的 不是說這個療劑大人不用 不過沈文仔可能體質不同 例如有些療劑容易出現 第一個療劑就是烏頭 Aconicum napilus 即是歐烏頭 歐烏頭的雙風通常來得很突然 很快的 一個人突然之間 一早起床 晚上起床 就出現問題 通常都是因為受寒 乾風、凍風 是引發的 症狀一般會打癡 很不安 症狀是晚上會叉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看到 新闻仔日早起床 可能很滴滴的 但一到晚上就突然突然發病 或者日早不是那麼差 但夜晚是特別差 記住 是因為受寒 或者你可能發現 最近的小孩被風吹了 突然之間就出現這個症狀 這就是烏頭的症狀 接著就是Nuxvormica 馬前子 馬前子病的時候 嬰兒和小孩 比較敏陣 而且感覺好像爬洞 可能會拿着皮包住自己 那種爬洞的感覺 特別敏陣 當然是流鼻水 日間就流鼻水 晚上就鼻塞 記住 怕冬 有少許敏陣 要觀察得清楚 第三種療劑是Cilicia Terra 直肚 直肚的症狀 通常人是整體爬洞 和瘟瘟瘟瘟 這是由體型去看 有時候我會用直肚二八絲 捧强一點 是體質性的療劑 接著另一種 就是Mercurius or the Bellis 融拱 水銀融拱 用六絲也可以 三十絲也可以 融拱的重心就是 汗和流口水 留意它 它病的時候 有沒有多汗和口水 當然打一次 流鼻涕 結結黃黃綠綠 口水有些臭味 這就是融拱重心的症狀 接著就是白頭翁 六絲三十絲也可以 白頭翁通常 嬸子的雙風病是很黏身的 他經常要你陪伴 抱著他 不讓他離開他 而且嬸子通常不太口渴 讓他喝水他不想喝 但很黏著你 這也是一種白頭翁的重要症狀 一般來說 這五種嬸子的身體 不會變化很多 可能是足夠的 可以處理到這些問題 好 麻煩阿賢醫生分享 臨場經驗上來說 我們經常提及 在一些緊急或突發症狀 只要你一配合 就很快看到功效 例如剛才所提及 日休息時 看到孩子還會走來玩 可能是這樣的 受寒後 晚上很差 症狀就馬上走出來 如果配合症狀和療劑 他們就很快就得到功效 父母帶孩子 也不需要日夜擔心 自死 會不會由箱風很簡單的問題 演變深化了進去的情況 所以家中 我們應該是上比一些療劑 可以達到有病無患的情況 也不會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期 也不會引伸到其他更嚴重的問題 多謝余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余醫生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想查詢剛才提及的療劑 或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愈利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謝謝余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